剛剛我們看到是全球針對經濟方面的重新佈局 還有去中國化的安排 但是如果從軍事的方面來看的話 大家其實也都認為說 未來在印太地區可能在軍事的佈局上 軍事的預算有可能在節節上升 為什麼呢 當然還是跟美中關係 未來的演變是有關切的 我們先來看到針對我們台海最明顯的例子 這三個字 依舊是非常紅那就是保護費 除了在之前立委曝光說 我們的華航要向美國買新的飛機之外 但現在在軍購上是不是也跟著再升級呢 我們先來看到金融時報就說了 台灣已經跟川普的團隊 已經有了非正式的討論 商道說應該要買哪一種武器 為的是什麼呢 要展現我們投資國防的決心 尤其之前川普也不斷說 他們認為台灣投資在自己的國防武力 宣示自衛的這種想法實在太少了 如果從他的觀點來說 至少要上升來到10個百分點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前川普的政府官員也就透露說 台灣打算要提出一個非常大膽的軍購方向 跟採購計畫 第一個像是神盾艦啦 愛國者飛彈以及F35戰鬥機 也都是他們認為說可以勾選可以購買的名單之一 這是他們口中非常大膽的採購計畫 軍購計畫 但其實以美國未來在軍事方面的調整來說 各自還是認為說美中關係還是持續對立 但相對來說過去揚藍美國保護的這些盟友 必須要展現自衛的決心 當然很多時候是用錢的方式來展現 我們先來看到華爾街日報是怎麼說 他說川普未來的外交跟軍事方向有哪三個方向 第一個要展現美國的軍事跟經濟實力 再來他另外的方針 第二個是嚇阻敵人以及盟友交椅 以嚇阻敵人的方式來說 前川普的國安官員就說了 川普打算要接觸這些重要的國際領袖 而且要尋求解決制裁還有動武 並不是他的首選 所以他還是認為說 主要這個國家領袖的互相溝通 互相接觸在他的想法還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並不會推動整件事情 往動武的方向來前進 再來歐洲的外交關係協會的 美國計畫主任小Pillow他就說了 他認為盟邦就像一個借錢的親戚 等於說他明來你家了 然後你不走 甚至還不斷的使用你的泳池的概念 但是他也沒打算說要摧毀這些盟友的關係 反正是說他認為盟友必須要來付費 所謂的交易盟邦 就是這樣的概念 甚至他也認為說 美中關係將會是新的任期的外交主軸 所以說如何繼續針對中國大陸施壓 但同步也要針對中國大陸的周邊國家 特別是亞太地區的軍事投資 如果把它提高是非常重要 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應變未來可能的衝突 但事實上現在大家也在談說 其實川普跟習近平會怎麼樣互鬥 目前大家也持續觀察 但現在有個說法是說 其實川普對習近平非常的不爽 因為主要川普認為說 自己在2020年會敗選 主要就是當時的COVID-19 並沒有處理得太好 還有之後中國大陸駭客 竟然嘗試要入侵他們團內 所以說川普把種種的怒氣 種種的失敗 統統拐在習近平身上 所以未來會賣面子給他嗎 目前看起來明顯答案是否定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美國大選之後 國際也緊盯的是共軍的動態 美國印太司令部的 空軍指揮官示警說 未來陸方可能有動作 藉機來測試川普新政府的底線 11月11號 解放軍空軍成立75週年 陸方發布10分鐘宣傳片 隱藏不少現役武器裝備 被稱為空中四劍客的 殲20 殲16 殲10C及空軍首款電子戰機 殲16D在同一畫面出現 還有約3秒的殷疾21導彈發射畫面 央視也公布地空導彈部隊實戰演練畫面 可以看到解放軍在大漠中快跑登上作戰車 瞄準空中戰機進行攔截 沒選後國際緊盯大陸軍事動態 美國印太司令部空軍指揮官 施奈德示警 大陸可能在川普新政府上任初期 尋找機會發起挑戰 藉此測試美國的應對策略和立場 同一時間澳洲與印尼聯手將在11月13至16號 舉行2000人的軍事演習 是兩國近期最大規模的聯合行動 各國加緊軍事結盟 中俄也繼續深化關係 俄羅斯前防長蕭伊古11號開啟為期四天的訪華之旅 將參加珠海航展 並與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青會面 磋商戰略安全問題 TVBS新聞葉俊宏蔡益 中央報導 在我們來關心到中東局勢 尤其之前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呼叫器爆炸案件 在當時這個曾助長持有的呼叫器爆炸造成了37人死亡 而且受傷的人數將近3000多人 當然是個非常大規模的一個行動 而且當時在這個呼叫器的機身上面 剛好就貼著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的標籤 在當時也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但現在整個新聞的最新進度是 其實台灣的冤屈是陳昭德可以被釐清 因為整件事跟台灣是沒有關係的 關鍵還是CNN的報導說 以色列總理其實向他們的內閣證實說 這一次的爆炸案件是他們所主導的 而且他也強調說這個行動 本身是在安全機構的高層反對下執行 其實現在以色列的媒體也解讀說 這可能跟高層的政治角力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說納坦雅胡其實是非常隱晦的在批評這些軍情的高層 而且當中也包含了被開除的國防部長格朗特 所以到底未來這個納坦雅胡跟以色列的軍事高層 關係會如何演進也值得來關注 但是我們來看到是這個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裔民眾 不只呢其實現在活得非常苦 就連你待在這個以色列國境之內的阿拉伯裔公民 還有永久居民 未來的處境也是相當的堪憂 因為以色列的國會通過法案 如果真的懲罰的話 可以幫助可以將這些襲擊者的家族驅及出境 在前幾天我曾經歷著三次從總統領特朗普 這幾天的報道領特朗普 這些表情非常好,非常重要的表情 表情為多更加深刻的 要更加深刻的英國的英國 我們看到一面的英國人的影響 各地的影響 各地的影響 那是一位內的影響 那是一位內涵的 會回到某個人 他會基本上說 什麼你覺得你需要做 就去做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不顾国会与民意反对 开除前国防部长格朗特 当天就是川普当选日 美国政治分析师认为 纳坦雅胡感觉自己不需要任何人来背书了 因为有了大靠山川普 造成至少37人死亡 近3000人受伤的呼叫器连环爆炸案 罹难者中也有平民妇孺 不久后9月下旬 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展开攻击 在黎巴嫩人民心中 甚至国际人道法上 这次呼叫器爆炸案都符合恐怖攻击定义 CNN记者求证以色列官员 证实内阁有反对声音 但纳坦雅胡仍然一意孤行 以色列各大城反政府抗议潮没停过 尽管民意对纳坦雅胡早就失望透顶 但他本人与右翼政党 战争方向可是相当明确 似乎与人质关系不大 而是摧毁伊朗相关武装势力 等了400天 纳坦雅胡终于等到川普当选的最好时机 不仅举办大选 更在国会通过驱逐袭击者家属提案 毫不掩饰真心想建立 纯犹太人国家的目标 61票赞成41票反对 这项法律提案 当然侵犯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裔的公民权 其实到2023年 以色列境内还有210万阿拉伯裔人口 多达以色列人口的21% 其中不少是1949年 不愿因以色列强行建国而搬家的原居民 尽管有公民权 多年来却保偿二等公民班各种歧视待遇 如今的以色列内阁更是不演了 直接要立法赶走他们 让他们加入加萨难民的行列 在加萨的难民则控诉以军对他们的虐待凌辱 是赤裸裸的势强凌弱与欺负 加萨北部已经遭以军封锁围困整个月 这个月内罹难的数百人中半数是妇孺 说他们是哈马斯实在牵强 这里所有的医院不是极缺 约医疗用品就是被炸到死伤惨重而关闭 所有人都缺乏食物与饮水 更糟的是光是加萨北部就有至少四千多位孕妇 得不到医疗 加萨全境可能有上万名孕妇 我们在加萨的地方都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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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四百天的流离失所 没有任何邻国愿意接纳之后 少数加萨难民已经不愿再颠沛流离 设法回到原居地 居住条件遭到难以置信 但只要家屋还剩一片墙 他们都能住下来 生死有命上天决定 他们只能决定要待在自己选定的家园 另外产出卡达当局认为 以哈双方没有诚意 卡达要退出斡旋 哈马斯是否会转移办事处到土耳其还未可知 不过根据美联社报道 卡达外交部已经否认 但承认谈判确实陷入僵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